我马上就要再嫁了,这次嫁的是心中所爱。 当年应父亲与赵家之婚约嫁了过去,可是前夫一家得了事之后,欺我出身伤骨。 若是别人也许能忍的,但我哪能受着嫌弃,直接合理回了家中。 这其中自是也有人支持的,那便是我要再嫁的夫君朕远后。 她与我青梅竹马,若是我少时未有婚约,便真的有可能嫁她为妻。 事事弄人啊,没有想到,我合理之后她便上门提亲,倒是让我这个合理女长足了面子。 这一次,我是心甘情愿地嫁了,不过半个月便是我们成亲的日子,这嫁衣也得快些绣好才行。 正在这时,有下人报说春风楼的花魁求见。 我笑着让人将她请进来,这春风楼是我几年前建的产业,目的是收留一些没有什么营胜的弱女子。 在楼中,她们可选择卖艺,到时候自有一些女师傅上门传授技能。 也可选择卖身,若是哪日后悔,便可自赎其身。 这花魁本是我救的姑女,因貌美又擅长做生意,这春风楼便交了她管理。 可没有想到,她带来的是一个并不好的消息。 小姐,侯爷,她与一众兄弟皆对你品评头论足,我抽了空过来,想将这事告诉于你。 姐妹们都觉得,侯爷她并非良配。 我的指甲一下子戳进了肉中,疼得眼泪差点落下来。 可我不甘心,便着男装与花魁一道,去了春风楼。 婚前一些男子来到春风楼喝花酒,倒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朕远后二十有三,生生等了我两年才成亲,我倒并不介意她与兄弟们过来。 只是背地里说我的闲话,却非一个正经男子所为。 我去了隔壁房间,刚刚坐下便听她一个兄弟说,远兄,听闻那位宋姑娘与那赵长使也恩爱过一段时间。 你这心里,有人小声说,凶隐多了,别乱说话。 心里是不舒服的,一想到她与别的男子恩爱,就过不了这关。 但到底纠缠了这么久,不娶又不甘心。 朕远后的声音,让我心中一阵发冷。 原来,她竟一直这般想我。 那当初为何又马上求亲,只是不甘心。 极不甘心,又为何要嫌弃? 那你们马上就要成亲了,你不会想逃婚吧? 那个人说完,大家都笑了。 逃倒不至于,但是这婚房我倒是可以不进, 大不了就当自己取回一个执念罢了。 我眼泪落了下来,伸手抹了抹后,又笑了。 我应该就属于她的鸡肋吧,实之无畏,弃之又可惜。 既然她下不了决心丢掉这根鸡肋,那我就帮她个忙吧。 抬腿回家,我当即就捡了那件正绣着的婚服, 还有红盖头,连锦背什么的也都撕碎丢在了一边。 做完这些,我也没激动地大哭大闹, 而是冷静地叫来个管事, 将京城一些事物全部交给他们处理。 然后又让人送信与爹娘, 让他们不必赶来参加我的婚礼了, 不日我将去别处做生意,归期未定。 只是这事儿希望他们能保密, 不要透露给任何艺人。 并不是为了什么报复, 我只是想看一看那天她会不会对着空轿子说要那切。 这算是我给她的最后一个机会。 在我秘密处理京城产业时, 她来寻我, 我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 见了阵远后。 她英俊端方, 远没有那日在春风楼中的浪荡。 妍妍为何要在这种地方见面, 和平时一样去暖阁不就好了? 你平素最怕冷了, 今日还下了雪。 她握着我的手, 对着我的手心哈气。 可想到她那日说出的话, 我抽回了自己的手, 差点就用手帕去擦。 以前我是多希望她能如此温柔待我, 但现在我止于恶心。 马上要成亲了, 私下见面总会被人被地里乱嚼舌根。 想那些做什么? 我们自小一起长大, 想我在江南时, 你不是带着我四处游玩吗? 怎么现在反而生分了? 她目光灼灼, 我不懂, 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有这样的两面性? 昨天说嫌弃我, 今天又来一副深情模样。 那时年纪还小, 你来可是有事儿吗? 我来送玉如意啊, 那天你不是要捧着玉如意嫁于我吗? 这可是我学了能人巧匠雕刻的, 上面一边是龙, 一边是凤。 凤是大头, 龙是小头, 以后家中你做主就好。 她让人将如意拿过来, 我瞧了一眼, 差点冷笑出声。 若以前听到这些, 我得多感动啊, 可惜现在没有半点波澜。 如意我收下了, 侯爷请回吧。 你怎么了? 只是绣婚浮累到了而已。 我不想面对她, 毕竟我的性子值, 无法做到把自己的灵魂也割裂开来。 她忙劝我不要太劳累, 还说了许多话, 直到嘱咐完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等人一走, 我赶紧松开了自己的手心, 那里已经血肉模糊了。 丫鬟们急着替我包扎, 刚包好便有春风楼的人送信, 说是昨日他们酒后, 有有人花钱赎了一位清官儿人 送与他做小妾, 就让他成亲那日接回去。 不过是男人之间的玩笑话, 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将一个 即将嫁人的女子当回事, 而是把他们当成了某个男人的所有物。 就算成亲那日闹得在凶, 也不可能有人会当场毁婚。 我的心难免会痛, 可也没有想着去报复某些人。 但是那小清官仁静 私下里找到了在茶楼倾障的我, 他含羞待怯地说, 宋小姐, 您应该已经知道 我与侯爷的事儿了。 您是主母, 妹妹知道您来这里, 自然是要给您请个安的。 以后我们能一起侍奉侯爷, 是奴家的荣幸, 只是听闻宋小姐已然不是厨子之身, 怕很难得侯爷喜欢。 到时, 奴家若是一举得难, 定会交给宋小姐您来抚养。 如何? 句句卑微, 句句挑衅。 我完全不在意地点头, 突然间笑问, 你其实是想光明正大的驾驭 朕远后吧? 并不想被一顶小轿 从后门抬入府中。 抬着空轿子 有什么意思呢? 不知道看到轿子里 换了个新娘, 还是她心心念念 想奈的小妾, 不知道会不会 更加轰动一点呢? 轻贯人儿嘴角轻敏, 似乎十分不甘心。 我已经将她 查得一清二楚, 知道她是个 落魄家族的小姐, 走投无路 才被春风楼的花魁 给找到收入楼里。 只是没有想到, 她竟抢人 抢到我的头上来。 可我已经不在乎了, 还想给她 这个难得的机会。 看来是不甘心了, 若是有这样一个机会, 你是否能把握住? 她眼睛一亮, 点了下头。 我让人把她 带到我家中, 这时她才知道 我是春风楼的 背后老板。 竟然还清高地 批评我, 你一个好人家的女儿, 竟然做着 如此下贱营生, 你配不上 侯爷的深情厚意。 哈哈哈哈, 男人的深情厚意 值几个钱? 你还是太天真, 莫忘记自己 是怎么得救的, 如果不是我这下贱营生, 你怕是早被 送入军营之中 任人玩弄。 我走到她的面前, 摸着她的小脸, 从她的脸 摸到了她的脖梗, 然后轻轻一捏道, 就你这个小模样 只怕是那些男人的最爱, 一天要接待多少个呢? 十个, 二十个, 也不知道 你能坚持几天。 据我所知, 你的卖身器 还在我手上, 你猜我能不能将 你再交给他们呢? 对了, 你的姐妹 没给你送来信吗? 有没有说他们 在军营里 过得好不好? 清贯儿浑身 打了一个哆嗦, 再也说不出一个字, 还算是聪明人。 只用了不到十天, 我所有的产业重心 已经北移, 等闲下来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已然 很久没有想起 朕远后了。 曾经的海事山盟, 曾经的恩爱情愫, 似乎都在那天 听到他嫌弃的话时 消失无踪了。 这些天, 他也投过拜帖, 我都以忙为借口推了。 今天他又约我游湖, 我同意了。 画房里有不少王孙公子, 还有春风楼的歌迹们, 我们都约好了, 如果在外相遇, 只当不认识。 灯火浪漫时, 他走近我, 轻叹了口气, 有那么忙吗? 是啊, 但很快就不用忙了。 我是来见他最后一面的, 或者说给他最后一个机会。 可是, 当清官盛装打扮走进来时, 他的眼睛仍然看过去了, 甚至还皱了下眉。 我知道, 他是生气了。 怎么了? 没什么, 这里有你爱吃的东西, 我出去一下, 马上回来。 好。 我看着他对那清官使了个眼色, 他瞄了我一眼, 就匆匆地跟了出去。 镇远猴的人缘很好, 所以那些男人都在帮他打着掩护, 甚至于看着我, 不让我出去。 可是不用我出去啊, 我有的是能人意识帮忙, 只需要依在窗上, 外面便有人向我诉说着 他们之间的谈话。 对方甚至能变声, 让我如同身临其境。 观人儿, 奴家已经多日不见你, 非常想念。 虽说您也同意接我进门。 但我想到宋小姐向来有霸道的名声, 所以想过来替他侦查地久, 让他稍稍对我有些好感。 女人啊, 以柔克刚, 他这招学得相当不错, 用我请老师教他们的办法, 全部用在了我将嫁的男人身上。 镇远猴也是个男人, 他声音温柔, 放心, 我说了接你入府便会接你入府, 只是他的脾气我最清楚。 硬得不行, 得来软的, 你先回去, 我自会想办法。 等婚礼那日, 他作为少冬家, 不可能在自己的属下面前丢尽脸面, 到时你自能进府的。 瞧瞧, 有时候了解你的男人, 知道在你什么地方扎刀子 是最疼的。 我的眼睛有点发红, 轻轻地揉了一下, 突然间耳边有人说, 炎炎, 没了你之后, 我才知道这府中日子有多难。 不如你回来吧, 那镇远猴也是男人。 听闻他等你进府, 马上就会内窃, 人都相看好了。 我回头看着前夫, 他似乎憔悴多了, 怎么可能不憔悴, 毕竟以前他那一大家子 都靠我的嫁妆养着呀。 哦, 赵长使这是想继续吃软饭了。 也对, 软饭多香啊。 有人出钱给你打点一切, 让你官路亨通。 有人出钱借你后院的那些女人花用, 把她们养得白白胖胖, 勾得你下不了床。 如今, 这个出钱的离开了, 你这是不习惯了吧? 以前不是还挺硬气, 说什么我不到三天, 就会哭着求你, 让我回常使府吗? 对不住, 我马上就要再嫁了呢。 我的声音不大不小, 刚好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听到。 赵长使气得脸红脖子粗, 指着我半上财气地骂道, 果然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你这种泼妇不怪侯爷, 宁可找温柔小意的青官儿, 也不想与你洞访。 他刚说完, 就被人给提着领子, 拉到一边, 给了他一拳。 打人的, 正是我现在的未婚夫震远侯。 赵长使被打, 却连个屁也不敢放, 还对着震远侯点头哈腰。 是吗? 当初你为了心爱的表妹, 不入我房中, 后来想靠近我都没有资格, 你以为别的男人就可以了吗? 我宋颜虽是女子, 但也是商人。 商人众诺, 大家都知道。 当初我父答应 朝中水患, 捐粮千代, 便是当时传番粮烟, 他也典当了家中珍贵宝物, 在买粮送粮, 从没有失信过。 我是他女儿, 也说到做到。 这种地方看来不适合我, 各位告辞了。 我甩袖出去, 直接让人将我的传华来, 接我下去。 这时, 震远侯走出来, 拉住我的手说, 你, 你位于那个姓赵的圆房。 是啊。 我仍是厨子之身。 听到这个, 你是不是很高兴? 是不是就不嫌弃我了? 就算到了现在, 我仍然感觉到 心里是刺痛的。 他马上摇头说, 我从来没有嫌弃过你, 你别听他们胡说。 那就好, 我要早些回去, 成亲那日早些来接我呀。 好, 我定早些去接你。 我点了点头, 坐着小船回到家中。 很快, 成亲那日到了。 我出城的马车 已经准备好了。 当迎亲的轿子 从我府上抬出的时候, 我已经坐着马车 来到了镇远侯府门前。 我倒要看看 他还能不能提出内窃的话。 虽然离得远, 但我身边 有个读懂唇语的丫鬟。 上次就是他在窗外 替我传达了镇远侯 与青冠儿间的对话。 花轿落地, 镇远侯一身 红衣自人群中走出来。 少年英姿飒爽, 与当初与我并肩骑马之人 一般无二。 眼中尽是喜色, 倒是一点也做不得假。 他先上前 踢了三下喜叫, 然后伸头去说, 娘子, 快下轿, 我们回家了。 我听丫头说完后笑了, 她竟然没提内窃的事。 好好的男人, 怎么说话不算数呢? 但我怎么可能就这样 让她无成婚礼呢? 人群中不知有谁 吼了一嗓子。 侯爷当日不是说 要趁着这个机会 与宋小姐说 自己要同时 那妾进门的事吗? 怎么没听到开口呢? 人家春风楼的小青官儿 可还为你守身如玉呢? 什么什么? 一听有八卦, 大家都议论起来。 不是吧, 就算是普通人家 都不会娶妻时 让妾进门, 这不是打新娘的脸吗? 就算人家是二婚, 可也是他们侯府上门提亲的, 这是有什么仇什么怨。 是啊, 老百姓都明白的事, 可是我以前的少年郎 不明白。 我苦笑出声, 看着镇远侯发慌的脸。 他历声道, 你们闭嘴。 只是让人闭嘴, 却没有否认, 因为他那日 确实与友人们 说过这种话。 若是这时出言否定了, 那以后在有人面前 就抬不起头了。 瞧瞧, 男人为了自己的面子 就不顾自己新婚妻子的面子。 他们大概觉得 已经娶到手就是他的了, 以后无论怎么样 都由他说了算。 可是他也不想想, 我要是那种 任人欺负的性子 又怎么会合理? 或得他还以为 我爱他入骨, 定会为他受尽委屈。 真的想多了, 我是商人, 商人守信也重力。 与我无力, 为何纠缠? 严严你先出来, 以后我会与你解释的 好不好。 说到底, 他还是了解我的, 知道我肯定会为此生气。 所以当着所有人的面, 低声下气地哄我。 可是, 一边的喜娘 拿出一张纸说, 新郎官而且慢, 容我将宋小姐 写的信读出来, 你再接人。 什么信? 朕远侯脸上的汗都下来了, 她在紧张, 也在害怕吗? 喜娘将信展开, 远兄, 听闻那位宋姑娘 与那赵长使也恩爱过一段时间。 你这心里, 凶隐多了, 别乱说话。 心里是不舒服的, 一想到她与别的男子恩爱 就过不了这关。 但到底纠缠了这么久, 不娶又不甘心。 那你们马上就要成亲了, 你不会想逃婚吧? 逃到不至于, 但是这婚房我倒是可以不进, 大不了就当自己取回一个执念罢了。 当日的对话, 一句一句地被喜娘读出来, 朕远侯终于慌了, 伸手抢过信说, 别念了, 这是胡话。 你们告诉她, 这些都是胡说的。 她终于固步地 在兄弟面前 丢不丢面子了, 慌忙向轿子里的人解释, 我轻笑出声, 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下来了。 酒后吐真言, 也许那个时候才是她的真心话。 她的兄弟们也跟着解释, 嫂子对不起, 当时就是喝多了。 我们没有别的意思, 但是轿子里仍然没有一点声音。 有人道, 新娘子被这样的侮辱, 不会是逃婚了吧? 那轿子是不是空的? 大家开始议论起来, 郑远侯此时脸色苍白, 她伸手扯下了轿帘, 见到里面端坐着的新娘之后, 她好似被抽空了力气般半蹲下来, 用头抵着新娘的膝盖, 大口大口地喘气道, 幸好, 幸好你还在。 我轻吃一生, 现在才来表演深情, 真的是让人非常鄙视。 相识十几年, 她可以在外面如此轻贱我, 现在却好似怕失去重要的东西一样, 做给谁看呢? 就在这时, 她发现了不对, 一把将那个新娘给扯了出来, 大声吼道, 不对, 你不是炎炎。 新娘唉呀了一声, 十分娇媚, 确实与我的声音不同。 镇远侯伸手将他的盖头扯了下来, 对方还娇声说, 哎呀侯爷, 成亲之日不能当众掀盖头的。 看到那人, 镇远侯当场向后退了几步, 摇摇晃晃地问, 怎么是你, 为什么是你, 炎炎呢? 喜娘这时, 拿出第二封信读了起来, 阿远, 你我有青梅竹马之意, 又有何离后求请之恩, 本应终身相守。 但你不守承诺, 对我生出嫌弃之情, 既不愿, 又想要, 实乃无耻, 又在春风楼, 与别的男子妄议一介女子, 对我实施天大的侮辱。 你这等男子, 我送言不愿嫁, 留书一封, 以后山长水远, 不复相见。 不, 炎炎, 你别抛下我。 镇远侯夺过了信, 神情悲痛, 甚至还呕出了一口血。 而我放下了车帘, 吩咐车夫离开京城, 一路上听闻, 镇远侯荡日发了疯, 将那日与他一起谈论 我的友人们暴打一顿, 因为他怀疑是这些人 将这件事传了出来。 接着就往南一路追去, 无非是以为 我会回到父母家中, 可我一路向北, 此时已经入住了 那里准备好的院子里。 北方盛产粮食, 且道路平坦, 又无水路, 运输十分便利。 我女扮南庄, 化名宋妍, 很快便在这里站稳了脚跟。 不出两年, 我便将宋家粮行 开了十几家分行。 就在这时, 我得到京城春风楼解散的消息, 原来是镇远侯发疯, 把与我失踪相关的人都罚得罚, 赶出京城地赶出京城。 既如此, 我便将他们都暗中安排到家里产业中, 总能混口饭吃。 花魁则投奔了我, 一进来就开始吐槽, 镇远侯就是个疯子。 我只是淡淡地一笑说, 的确是疯。 我爹娘都受不了去塞外了, 我怕他找到你, 到时候你要如何应对啊? 我慢慢地站起了身,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又不是我做错了, 为什么要怕他呢? 正值八月, 我所在的地方, 遭了百年不遇的一场洪灾。 在生死边缘挣扎出来之后, 我看到了那些饿得不行的难民, 就决定开自己家的仓接济他们。 这些难民中不光有普通的老百姓, 还有我爹娘。 他们本来是担心我, 千里来寻, 结果没有想到半路遇到了土匪, 好不容易才在新收的管事保护下保住一命。 可那位年轻的管事伤得不轻, 我将最好的大夫请来, 才保住他一命。 父母心疼我无依无靠, 又被男人骗, 于是做主让我嫁给那位管事。 我当晚就询问了他的意见, 没有想到这个人还挺有趣的。 他叫江源, 生得十分漂亮, 出身也还不错, 如今却成了孤儿。 听闻我提出让他入赘的时候, 他只是稍微犹豫了一下就说, 我也没有什么家产继承, 这入赘倒也没有什么。 老爷和夫人对我有恩, 小姐又救了我一命, 我感激还来不及。 你应该听爹娘说起过我的往事, 我嫁过人, 也退过亲, 我。 我截然一身, 又有什么资格嫌弃小姐。 反倒是您这般厉害的女子, 在下只有十分的佩服与敬重。 听她这样一说, 我也就放了心。 我确实有过不再嫁的决心, 但父母年迈总不能让他们再继续担心下去。 而结了婚就有理由, 将那个即将缠上来的男人赶离。 十月时, 洪水终于退了, 因为我开仓放粮, 救了许多人, 朝中自是多加赞赏。 县老爷还特意送了一块仁义之家的牌匾过来, 说是圣上亲赐。 这是何等荣耀? 我父母设宴, 请了许多相亲父老与有头有脸的人物来到府中。 同时也预备宣布我与江源的婚事。 没有想到就在这时镇远猴来了, 他直接当着所有人的面抱紧了我, 语气有些乌液, 终于,终于找到你了, 严严。 我翻了个白眼, 但还是好生好气地说, 别激动, 我们进去说吧。 我十分冷漠地处理方法, 让他微微一正, 然后也只能跟着我到了房间之中。 他看着我女扮男装说, 怪不得我找不到你, 原来你竟扮成男子。 还好这次我查到了伯父伯母下落, 这才找。 镇远猴, 寻我有事吗? 我淡定地给他倒茶, 仿佛他只是一个久不见面的普通友人般, 可是他慌了, 拉着我的手说, 严严, 我真的很想很想你。 我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了, 竟然为了在朋友面前争个面子, 便那样贬低你。 是我错了, 求你和我回去吧。 真的是吗? 那个青瓜儿呢, 也是朋友逼你的。 是, 是他们熟了人硬塞给我的, 我。 可你还是将他留在了府中。 我没有碰他, 只是可怜他无处可去, 你要是不喜欢, 我回去就将他赶走。 严严, 你不能不要我。 我叹了口气, 看着他说, 你现在又做这些申请给谁看呢? 我当初给了你不少机会, 可你都放弃了, 你觉得我离不开你了, 你觉得你吃定了我, 就算是深深伤害我, 我也不会离开。 因为我已经和离了一次, 如果再和离, 就没有人要了, 对不对? 不, 不是。 虽然他不承认, 但是神情更加慌了。 我知道, 我猜得没有错。 还有你知道吗? 春风楼是我的产业, 听到这句, 他颓然地坐倒在地。 你, 你知道了, 我也是个男人, 我不想在有人面前丢尽脸面, 所以才会, 才会。 是啊, 我知道啊, 在你朋友帮你熟出那个女人后, 你当晚就与他在春风楼共度一夜了, 从那夜开始, 你就配不上我了, 别说你是被逼的, 两壶酒而已, 不会让你神志不清。 你当时肯定是在想, 反正我已经是脏的了, 你又何必守着清白之身? 我, 我对不起你。 他不再说话了, 神情只剩下了悲伤也后悔。 但是朕远侯, 你知道当时自己为什么会被那群丸酷子弟戏耍吗? 他突然间瞪圆了眼睛, 似乎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生路, 因为我的前夫后悔了, 想再把我接回掌石府中, 只有让我厌弃你, 他才有可能走回头路。 所以你看, 你甚至都没有一个与我相处两年的男人了解我。 他马上从地上站了起来, 立声道, 是他害我, 等我回去找他报仇, 然后回来娶你。 我轻笑一声, 并没有理会他临走时说的话。 等他急匆匆地出了门, 江源才走了进来, 握着我的手憋了半晌后说, 你要想哭就哭出来了。 我没有哭, 而是笑着说, 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可怕? 他这一去定然扰得惊中不安宁。 不怪你, 他应该为自己选择负责。 我们出去吧。 不, 你先换上女装,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的妻了。 他笑着, 手却握得更紧了。 我点了头, 换了女装与他相携着, 来到众人面前。 我爹看出了我们的意思, 点了点头, 当众宣布了不日就要, 给我们举办婚事。 念在我们栽栽时做的一切, 大家都由衷祝福起来。 我爹娘更是心疼地将我抱紧, 直到客人散去, 才问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没隐瞒将在屋中与镇远侯说的话讲了。 我爹听后拍案道, 无耻小儿, 还想回来娶我女儿。 我们马上就将灰事办了, 看他回来能怎么办。 我娘皱眉, 可是他毕竟是侯爷。 我们还是皇商呢, 谁怕谁, 我就不信他还敢这事儿告到皇帝那里去。 我感动于父母的关心, 看了一眼江源, 你怕吗? 我马上就是皇商的女婿了, 怕什么? 哈哈哈哈。 我爹拍了他一巴掌, 然后很快就给我们订了婚。 婚事办得有点仓促, 但应有尽有。 第二天, 当江源看到床单上的梅花之后, 竟然十分惊讶, 还有些心虚, 平时沉稳的男人, 讲话都结巴了。 我我我, 是我太鲁莽了, 伤了娘子, 你, 你不会还是。 我扑哧一声笑了, 点了一下他的额头说, 傻瓜, 你捡到宝了。 他非常高兴。 抱着我在地上转了一圈, 然后说, 越发觉得配不上夫人了, 以后也当其免做事, 让夫人享福才是。 不, 我喜欢做生意, 喜欢走南闯北。 好, 那我就陪着夫人。 新婚秘里调游, 可是京中之事我仍然知道的一清二楚。 郑远侯回去之后, 就是一番调查, 果然查出, 他的那群友人中有两人与赵长使走得很近。 其中一个便是给他赎出清官人的那个, 那人还逼着他当晚与清官人圆了房。 他动用了关系, 用伤敌一百自损八千的招数将赵长使拉下了马, 还将那两位友人也都送进了大牢。 只是他也在皇上面前失了信, 皇上觉得他不堪重用。 他除了身上的侯卫还在, 已经没有了实权。 他回到府中, 又将那个清官儿给处理了。 觉得处理好了一切, 他就快马加鞭地赶来北方来求取。 聘礼准备得很足, 只是舟车劳顿, 等他到北方时, 我已经成婚五个月了, 肚子都显了怀。 此时, 我正在院中绣着小孩子的鞋子, 看着闯进来的镇远侯微微一笑。 你来了, 快请坐吧。 阿元, 快给侯爷倒水。 江元放下了药碗, 温柔说, 一会儿喝了药, 不然就冷了。 知道了。 我们的亲密看在了镇远侯眼中, 他立刻红了眼尾, 冲上来就抓住了江元大声贺问, 你是何人? 为什么与炎炎如此亲密? 江元也是个不服输的, 他本来就学过一些陆林上的招数, 这会儿就与镇远侯动起手来。 两人竟打得旗鼓相当。 侯爷何必如此激动? 炎炎是我娘子, 我为他要怎么了? 娘, 娘子。 镇远侯一正, 就趁着这个机会, 江元将他一脚踹退了几步, 这才潇洒地站在我的旁边说, 夫人看过了戏耍, 这药也得喝了。 我无奈只能端起了药碗喝了下去。 你, 你们, 炎炎, 你不是答应了要等我吗? 我已经处理了京中的事, 再也没有人会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了。 你与我回去, 以后你便是侯府中的女主人了。 她向前走了一步, 我却伸手制止了她。 我何时答应会等你? 你来的那天, 正巧是我们的订婚宴。 阿远, 有些东西错过了就找不回来了。 比如你和我, 它们破坏在先, 不也得你动摇才会中计吗? 不要把自己说得好似受害者, 这让我听着非常恶心。 说到这里, 我还真的呕了几声, 还好江源送了水, 让我稍微舒服了一些。 我们十多么的感情, 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 妍妍, 你真的放得下吗? 她已经落了泪, 可能知道真的挽回不了我, 真的伤心了吧。 可我摇着头说, 我的胳膊上有科质, 生的位置极为不好。 可因为自小便有, 我也没在意。 直到大夫说, 这只生得不好, 最好除去, 免得连累身体, 生了别的病。 于是, 我便忍着疼让大夫帮我烧去, 虽然留了疤, 但还好去了一块心病。 而你, 便如同我胳膊上的那颗痣。 她听后, 狼狈地退后几步, 似乎不敢相信这是我能说出来的话。 我不信, 我还会再等。 你能为了我和黎一次, 就能为了我和黎第二次。 到时候, 十里红妆, 我会再把人迎娶入门。 她好像魔正了。 我悠悠叹了口气, 站起来说, 首先, 我和黎永远不是为了你, 只不过是赵家贪我的嫁妆不算, 还想动我家的根本。 那是我父母的产业, 凭什么交给那些居心不良的人? 再有, 我现在只怕没法和黎了。 我伸手指了一下自己的肚子, 而江源则保护在我的身边, 给了我足够的安全感。 你怀孕了, 怀的是他的孩子。 怎么可能? 你为什么? 郑远猴脸色灰败, 看起来分外可怜。 这时江源道, 别把自己弄得像个可怜人, 本就是你先背叛的。 我还要谢谢你呢, 若非你不懂得珍惜, 我又有何德何能 取得到炎炎这样的嫌弃。 扑, 郑远猴吐了一口血, 最后竟晕倒在院子中。 我有些无语, 让人把他抬去了医馆救治, 自己则在家中安胎。 直到他过来的父母 也从外地赶回来了, 直接去医馆, 让他马上离开, 不要打扰我的生活。 可是郑远猴好似听不懂人话, 他病好了之后, 就开始在我们家门外放风筝。 因为我们小时候常在一起放风筝, 还会在彼此的风筝上 写上对方的名字。 如今我看着那风筝, 对身边的江源说, 把线弄断了。 他就点头真的断了那根线, 看着风筝越飞越远, 越飞越高。 接下来的整整半年, 镇远猴都在自我感动地追着我, 直到我和江源的儿子出事, 他仍然没放弃。 还好, 父母已经求了一封圣旨, 把他派去守关了。 走的那天, 他来到我的房间之间, 放下一包桂花酥说, 咸口的, 你最爱吃。 你始终还是只想着自己, 难道不知道我在月子中 不能吃这种咸的东西吗? 我不知道。 我只想让人明白 我真的不会放弃。 随便, 那又与我有什么关系? 你不信, 那我瞧着才会高兴, 这是你背叛我的报应啊。 我的语气仍然淡淡的, 好似对他没有半点兴趣。 镇远侯终于泄了气, 也没有面目再看我, 转身跳窗离开了。 我儿抓周燕的时候, 听闻他在边关立了功, 他将那些圣上所赐的奖赏 都送到了我府上。 可我转手将这些 交给了朝廷的御英堂, 那里专门收养 前方牺牲战士留下的孤儿们。 等我儿启蒙时, 我听闻了他战死的消息, 父母问我去不去为他奔丧, 我摇了摇头, 真的没有必要走回头路, 从他背叛我那一刻, 我们便最好死生永不相见。 江源藩外, 我出身陆林, 老早就听到过 黄商宋家大小街的故事。 她是我最佩服的女中豪杰, 敢爱敢恨, 潇洒自然, 便是那些陆林中的女子, 也比不过她的拿得起放得下。 只是没有想到 我会有缘 与她成为夫妻, 更看到了 她冷静处理前一段感情的果断, 真的让我一个男人 都刮目相看。 我真的越来越喜欢她了, 尤其是她不光性格洒脱, 还有一副悲天悯人的情怀。 开自己的仓, 放粮救助灾民, 这是何等的女中豪杰。 也是他们宋家仁义, 我才主动过来保护, 成就了这样的缘分。 此后, 我将会一直保护他们一定, 谁说商人都是卑劣者。 他们一家, 值得我用性命去守护。